中秋四天廉假 不少人计划出国度假 虽然明天才开始放假 但一早桃园机场就急满等着出国的人 光是今天就有超过9万人出入境 为了输运人潮 桃机从周三到周日共假开85个毫班 今年7月桃园开出史上最高的威力彩头奖23.6亿元 最近得奖人出面领奖 原来是一群上班族集资重的 但台裁表示因为重奖人集资的时候 没有被妥集资证明 所以恐怕要被克1.8亿元的赠予税 立法院开议将组新的纪律委员会 深入关说疑云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 今天宣布将自请纪律委员会调查 并且将全程实况转播 国民党提出的王金平假处分抗告案 立法院长王金平委任律师许英杰 上午曾经公开向媒体表示 希望高院能够比照其他重大案件 以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分案 不过高等法院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将依正常流程以电脑完成分案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